高雄游艇产业有八成的外销 相当受到重视 高雄市长陈菊启动男星计划 并且规划男星游艇专区 要全力的来协助游艇产业的发展 陈菊亲自出席 希望男星计划可以真正实现 会向重游艇业者不是没有原因 国内有30家游艇业者 有20家就位在高雄市 因此市府规划男星游艇专业区 希望提供最有竞争力的游艇建造基地 那我们男星计划的游艇制造专区 是113公顷 2014年完成 我们希望能够整合上中下 陈菊强调市府都已经准备好了 有信心通过男星计划打造高雄港的第二春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